门下雪衣华丽的服装背景 别出心裁的剧情加上经典的豪门故事背景 2017年夏天的这部有品味的它,让金喜善又一次火了 自从宣布付出以来,金喜善就一直保持着每年一部作品的稳定产出 而在9月29日,金喜善又将带着新作回归TVN这一次 它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精彩作品呢?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据悉,这部TVN新剧9号房间将由41岁的金喜善打党31岁的景音光出演 金喜善饰演的女主角以智慧是一位为了胜诉而不择手段的律师 她攀附权贵,看不起普通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利己主义者 而金莹光饰演的男主角齐佑珍,却有着亲切的性格 是一名专业的家庭医生,与女主角已知会是恋人关系 仅看简介,男女主角之间的反差似乎有些大 也不知两人是怎么成为情侣的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男女主眼间十岁的年龄差很大 从预告来看,在女子监狱9号会面试里 律师已知会将和囚犯张花莎进行身份互换 而张花莎的扮演者,则是62岁的韩国演员金海叔 而在身份互换后,男主角究竟是和金喜善 还是和金海叔演对手戏 则要等到开播之后才能揭晓 也不知这究竟是段香炒十岁的姐弟恋 还是一段跨越三十一岁的爱情呢 而随着剧情的深入 男主角其又真的另一面也会逐渐显现出来 拥有命运要使得他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亲切无海 他将左右律师已知会和囚犯张花莎的命运 从蓝色海洋的传说到爱情的温度 再到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 在近几年的韩剧中 姐弟恋越来越流行了 不过,在看了金喜善的最新的揭拍后 不少观众有些怀疑 这部九号房间里的人物设定 真的是姐弟恋吗? 毕竟,金喜善看起来真的很年轻 完全看不出他和金英光之间 有着十岁的年龄超大 在这组节拍中 金喜善用他最具代表性的长发造型 他配夸张的粉色两片衬衫和糖果色紧身裙 这套衣服的配色可以说十分大大 但在金喜善的身上 却偏偏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要知道,如此公主风的他配 即使换个年轻的女团成原来 可能也没办法比金喜善演绎的更好了 不得不说 四十一岁的金喜善 真的是少女感一种啊 从全志贤到孙力真在的金喜善 这些韩剧中的姐姐们都是脸上 看不出岁月痕迹的大美人 当然,她们能成功可不止去靠美貌 因为,和年轻的演员比起来 她们美貌不淑 却经验丰富 对于多层次的角色也把握得更好 也难怪韩国导演这两年偏好成熟些的女演员了 颜值高演技好 知名度也能甩开不少年轻的女演员一条肩呢 而在不久前的韩国最美女星的评选中 排名前十的女星中有八人都是三五岁以上的 可见 在韩国人明星中 她们还是更喜欢有岁月沉淀的气质型女神呢 更有不少人表示 结婚前的金喜善是韩国第一美女 而生了baby后 金喜善更比以前多了几分优养温柔的气质 变得更美了 导演们重用 观众们喜欢 就连合作的演员也对姐姐们赞不绝口 在不久以前参加采访时 金音光与季正聊到了正在拍摄中的九号房间 她表示在剧组里 金喜善一直很照顾她 教了她很多表演上的东西 金喜善能在韩国娱乐圈 毅力至今 动灵神言固然是一大助攻 但仅靠美貌是远远不够的 能降日角色 能提携后背 还能吸引观众 这三点助力金喜善走红至今 她的成功看脸但绝不止靠脸 不知道金喜善姐姐这部充满戏剧横照的新剧 你期不期待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